自性灵修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 来进入说 自性灵修与外道灵修的功德差异 功德差异 各位我们圣灵宫的三宝心法 我们的三宝心法 第一就是请 明师开启我们的弦观自性灵俏 自性灵修 何其自性 自性在佛教讲自性或者讲佛性 在我们道教讲圣音或者讲本来的面目 在儒教讲怎么样 在儒教讲天命为之率性 就讲率性 不管佛性或者本来的面目或者自性 其实都是讲我们人的眼神 这个本身的一个什么灵世 灵世 灵世 八一世的世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传道的时候也讲到八一世 他说第八一世是一个阿滥越意识 阿滥越意识就是会儲存我们人的善恶意识 它是像一个电脑 你给他好的东西他也收起来 不好的东西他也收起来 所以它是一个善恶都是会留在第八一世的一个意识 那第八一世它最深层就是藏住我们的自性中 如果你的自性中如果你的八一世清静 你自然你的灵性就清静 那如果你的八一世有太多染灶或者是有太多邪知邪见 那你的自性就会被它影响 所以有些自性静 自信有些灵修者 他们都是相信外道的这种灵修的这个修行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是会在知见上 各位我们在做灵修 不管是外灵修还是自性灵修 也不愿意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 知见很重要 第一件很重要 你的相反而不对 你的八一世里面 如果存在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个知识的话 那你的四神作用 你的四神作用就会产生邪知邪见的行为 甚至于那个灵手呈现出来的 就会邪知邪见 就会邪知邪见 那么这种方式都比较会容易落入 比较不好的灵修 不管是自性灵修也好 或是外道灵修也好 那外道灵修也有分类是 比较先天的或者中天的 或是后天的 或者是根本是冤亲在主 那就是差很多 那如果是中天神以上 他毕竟这个灵还是有上根 所以呢 他有时候还会要求我们不要做错事情 那如果是在中天神以下 祖先灵啊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三经水怪 这个都是比较属于邪灵 或者阴心在主 这个是属于恶 就是鬼灵 就是鬼灵 那因为他们的鬼灵本身都是有业障 或者是有习气 他们才会落入在这种阴界 或者是在这个三经水怪的这个层次里面 那他们这种习气呢 也很容易在你 他跟你的身体合一的时候 展现出那种习气 那如果你误以为他这种做法是对的 那修久了你的你本身的灵性 就会跟着外灵的灵性合一 合一变成你的自性就会有他的动作 或者有他的行为 这个叫做事实作用 修行作用 那么这有很多灵神 人家经过一段时间的流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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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薪水了的时候 其实要转回来 就算你有心要转回来 也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已经在你的八意识中里面 沉淀了 听我的意思吗 如果要说更快 这张白衫已经给你捏了 现在要洗到白衫 要一段时间 要一段时间 各位了解 我如果把八意识说就是白衫 你已经洗我捏了 看你捏了多少 你如果有觉心洗会白 会 会 但是没觉心的人就洗不白 洗不白就会 你的修行路就会脏在这边 甚至于断在这边 那这样更深一点 你就会毁在这边 因为他不如法 你就没有办法成就佛道 他不如法 你就没有办法成就佛道 这样了解吗 既然是一个 没有办法成就佛道的灵修 那你觉得他有功德吗 没有 有没有功德 没有 当然是没有 有没有福报 有 因为有些血领出来也是会 有些人也会这样做 更简单的 他也真的 大鬼哈修鬼 我说这一次 你不要动作我跟你们开玩笑 比如说我这准就大鬼 看了这准我就吃你狗狗 你就叫我喊 喊喊喊 喊喊喊 所以你就我来处理也会好 但是如果去堵就没 他就没法理了 是不是 如果说到道 他就没有法理 因为他就没法理 他就没法理 他就没法理 所以这些起天神 他有什么有灵的救世 因为起天神当然是比这些鬼灵 还要有福报 还要有福报 他的前世是更高 甚至是有修五戒十善的这个能力的 是不是 那在天道的还算是有利 那阿修罗力量更大 阿修罗力量更大 为什么阿修罗力量更大 阿修罗他本身的修行是跟天道的 契天神的修行是一样的 一样是修五戒十善的 只是他在修行过程当中 脾气不好 很容易跟人家计较 很容易跟人比管比佳 要有斗争 或者有贪欲心 这个都是阿修罗的修行 虽然他也是一个 也是在開宮伴侍 那也是在救世道中 就是偏偏在救世道中 他都提前来讲 不然就在那会比管比佳 比佳相比大相比小 反正就是 所以你如果去宗 那天神很大 你认真拜 那种宗你千万不要去 修道不是这样 修道不是这样 各位了解 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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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人 圣灵中的指导灵 有五秒 五百六分 包括三千度 做什么神殿神 都有 分析师傅 不跟你说 叫你们一尊 一个方便 不 圣灵中的法门 就是我们的三宝心 叫做迷了净土 那么 每一个净土就是一个什么法门 就是我们圣灵宫的三宝心法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圣灵宫的三宝心法 那么这个法 那么这个法 就是在讲 我们台湾宫来神 到这个所在 其实净山度中 有很多 甚至冬季度中 有很多 就像师傅说 他们在办事 会准备 因为只要贵 就有神通 人只要一死日中阴身 就有六神通 这句话是圣灵宫的在经典下 说人若翁成了 入中阴身 就有六神通 就有六神通 所以贵有神通 那去天神 当然更有神通 收入境界更有神通 因为他们 除了入中阴心以后 他们是一个有受刑的人 他们是有福报的功德力 有福报的力量 才能够成就千道阿修罗 那山精水怪 有没有神通力 有 因为他本身在这个宇座间 接受了天地灵气 也增长了他的什么 这个灵光 所以他的 他的能力也会超越一般的鬼神 超越一般的鬼神 除了力量大以外 当然通灵力也会更大 但是这个都是不好的 因为他们都有可能带给你毁灭 这种神有时候要利用你 他都会怎么样 都会给你好的 或者让你怎么样 我们台湾人说 要抓你去死 就让你吃一个银 不然你吃一个银 你就帮你去死了 对 你如果头一天拜我没有感应 你怎么会让他来 是不是 就是要拜到让你有感应 你才会来 来的时候 我就让你黑白乎 对 黑白乎 所以我们教导要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就算我们去问书 这间道庁有感应 我们也要去注意这个道庁 在传道 有烦门 有承透吗 有清有证吗 老师在港道有正低正减吗 或是这个道庁有商业行为吗 我们要去注意吗 如果有这就都不对 你看圣灵宫 你这次去中华 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世家道庁的盛况 圣灵宫的规模 如果完美的103道庁要跟我们比 那真的差得远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办到 会不会因为我们人事多 我们就开始有商业行为 对不对 不会 不然师父也可以说 不要紧 你找我的学生都随喜功德 但是找师父的心要议议 要怎样议议 提前议议 提前议议 听有吗 提前议议 听有吗 我以前不知道 我们老爸一回去拜托 我们高庆序的立委 要拜托事情 他说阿龙 你也要提前议议 我们爸说 好啊没有 我后来拜你 他就后来拜他国旗 他说我不是说 提前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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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 不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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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洗甘香草,其实你们都听过师父的故事 其实师父以前也有大生理的人 一年过来他生理在呛伯兵的人,是不是? 师父也不是,不要看过钱,是不是? 以前师父都把钱当作人家靠 我告诉师父是,30年以前,听好30年以前 我去台北发装发酒店,我带30个进去 小账白几百元,一百块半以后,那时候看着他开10万 13、30年前,开10万,听到三昶堡买一间厨了,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我真没听他开掉一间厨了,是不是? 对,所以师父有把钱当作人家靠不? 没有啊,那真的 所以说,但是师父在本土之后,师父知道说, 土是很高贵的,不是金钱我都买买 也不是金钱我买就说得对 为什么?因为师父的忒买非常深 以前师父经济好的时候,在那厨别开的时候, 我如果去走佛师,或去走道庭,我们也是都很敢保释 是不是?我们也都很敢 但是夹中现成的时候,我以前去保释的工具 他都会走一座特殊,都跟你说,没法度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因果现成的时候 古早人常常说一句话,叫天,天不云,叫地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所以师父这非常轻轻体会 就神通地味过业力了 后来师父开始禅散布的时候,发觉到我们的 除了我本身医学,我也发觉到我们的度亲,只要医学修行 每个人靠自己去修正业重的时候,万万好的人 只要有听我们的知识 那不是肖天变,肖天变要看他生 肖天变的声音讲也好,台大院长就往我做 师父说这是属性,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们是认识 只要听书,我们的当中的这个宾厕的百分之九十九号厨 只是我们在这里供修的人的机会可以去厌情 对不对? 那如果来一队就要好,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师父经常说,你来这里,我是给你开个人羊帽子而已 对啊,如果要说的话 你跟人欠少数是来给你做公亲而已 是不是? 不可能变首主 是不是? 因为人心借助就是公亲,就是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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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人 现在我现在给你开个人羊帽子 你十九号要驾三千来行你 你结果驾三九号就没看过了 是不是? 这条铃我再去到柠檬 去神灵教导,他在那里 他去那里收莹 对啊,待你驾如何? 驾所有的效果 不然他就没什么生死了 结果你什么都没驾 是不是? 因为他跟我的做 他是你的完亲接做 还是你的祖先 还在做鬼就表示 他是有因果的嘛 不然他就没去做鬼嘛 是不是说你听得懂? 他跟他做鬼就表示 他是福保不高 人去天神的福保就没有了 因果就是很重 不能去做鬼 对啊 你看他做鬼 我们直接去土去天围 哪有可能没有攻击 他会来去天围 这就是靠我们寒甘做给他 说你听得懂? 你如果做给他,他会好 是不是说你听得懂? 但是很多人也因为利用这点 开始给他们拐 实际上你要修 你的孙子要如何? 那来就是什么? 来就这样三狗四狗 是不是? 就 以前10.03 我都会记得30年前 我就塞进口车 一只百多万人 对啊 我如果去的时候 那无人要去旁 老家庭主 有来没有 对啊 先叫来 我们就算去那段 第三十年前 也要我们 挑逃整班 是不是? 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只是 我相信无人不义 因为我会给无人做给他 我的姓 有他公仔姓 我会给无人做给他 生云共这段 也无人做给我 所以我跟你说 那个无人是人 那个无人不记得我的名 什么名 以前我们有的时候 名字都会记得 那无人不记得 那无人不记得 所以这是不是 叫做四神作用 都人在做 所以各位 以前冬季 还有 有时候去的时候 也有足备 冬季 还不断断做 对这个冬季 开始进入这个凌季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很多 因为凌季 很多是什么 会给我们这个四神作用影响到 四神作用影响到 所以各位父亲 我们现在来说 自性灵修 更要注意 释迦摩你有说 众生皆有佛性 对不对 我们老母娘 这个三部 直接把我们的佛性 开出来修 叫做天命为之率性 佛性 你去求道 你自性 远摩 率性 未知道 这样你就得道了 道未知教 因为你是代涯来求道 所以你要透过教育 慢慢的洗成你的业障 对不对 让你可以回归 量低 量量 回归本来的面目 是不是 那么这部份 也跟你们讲得很清楚 你求道了 你自性远摩的时候 如果没有经过教育 你很多习气还在 因为你们都是代涯来求道 有没有 还有习气 有 你假如说 鬼头来就变性人 回去老婆照项完结 是不是 没刚好 小孩照项完结 同事 如果没刚好 也是要去问神 师父啊我还会反消人 是不是 我会记得我在台南 一般一般 对 那个师父也说 师父啊 我最近很不孙 他说怎么不孙 他说我最近在公司反消人 神师说好 我给你查看 他说查啊查 你这个同事也拜我神师 他说怎么 他刚刚也去北京京来问 他也带消人 他刚才一直唱 他说你们两个不知道 对一个消人 我这样很难处理 他说这样要怎么 神师说 跟伯伯都来拜我神师 你是我的土地 听我的奉行 不要够狗 对 他现在回去不要够狗 他没有多久而已 他说 感恩师父 我们同事现在都会跟他聊天 还买东西 是不是 各位 所以当我们要去跟人相处的时候 你要先把你的和尚展现出来 自然而然人家就不会成为你的小人 对不对 所以修行人叫做什么 要从我们本身的自信修起 是不是 但是你的十气 你如果不懂 你只靠神通论在修行 很容易 因为说 好 先认为我赚消人 我给你赚消人 我会唱什么 我会说你的心 如果没有跟消人都不会等 你的相信我一句话 你的相信我一句话 有时候消人 也是因为 我们平常的习气所接来的 你要相信我的话 是不是 在我以前 要喝酒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都在等我的电话 因为知道我们有钱 对 所以特洞也在开 知道我们没有的时候 大家都很害怕 做到我们的电话 那时候我才知道 这是世间母朋友 是不是 但是我收到后 我感觉收到最好 收散的时候 那时候 收我离开家庭的时候 来母门的时候 我在导人的时候 也有很多导亲 倾到我们走 现在生年共很好的时候 也同样没有 因为财产都是生年共的 是不是 那时候我才知道 修道人真的比较好 对不对 修道才是有真正的什么 道有 才有善言 因为每个人心中有道 自然只有善良 对不对 当你心中善良的时候 你总觉得都是广结善言 这个才叫做功德 为什么呢 自性是讲自己的本性 错与对都是你在承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讲错的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注意 因为这个错 也是你的自性显露出来了 那就更要注意 那对也是你功德也是你在得 别人也不会替你得到 错别人也不会替你承担 所以对与错都是你一个人去成就 那外灵呢 外灵就更可怕 要注意 所以外道的灵修呢 对呢 你没有功德 错呢 你有功业 对不对 但是他对呢 你没有功德 但是有福报 为什么有福报 你做当机 替人消灾有好报报 有 但是讲到你没有为什麽 因为有很多当机 替人家 替人家 没有事明都要怎么说 但是他 替人家 抓起来办事 有福报 有 所以你看以前的老当机 很多子都不错 很多人都不错 我记得以前 我那一位跳棺 男的老衣装 他有一个子在做福冠 那两个在做老师 以前都做大学的老师 不是做高校的老师 就是说可不可不可不 是不是一个做成人 对吧 但是就不一定有公德 不一定有公德 你了解吗 还有什么 外道灵修没有公德 如果外道灵修 就是刚刚师傅讲的 很多灵修到场 你到底你的灵格在哪里 有些人也不知道 你像我们台南大厂 生云专家有台南大厂 就是以前在早上 那个世界 他也自称他是王母娘 也觉得他很大 以前我来生云专家见供的时候 他也都不一定的厉害 有一天他去宵的时候 去乘大医院 去乘去生云专家 他家人来到生云专家 的时候 时候去他救出来 这说是他一条江湖的姊妹 来领王母娘的子在救世 我来生云专家就是他的江湖的姊妹 在救世 就没有人是什么 先会在救世 各位听不懂 但是他有心痛没有 他也一般跟一间江湖很大间 是不是 这样对他有什么 有福报没有 他的福报就是 他那间江湖也很有钱 那也知道他会好是不是 说得下来,你看如果我去阿救 他不死就在生云专家 你会用他去生云专家 他可能有真的天堂 我说的叫你听得好吗 他可能有可能真的天堂 他准备现成了 各位了解嗎 但是因為他跟師傅這個營煉 師傅去救之後 把他的教練賭去天爐 他總得好去 他總得好去 你看生人宮扮起天爭 這也是千斤萬腳 總得好去 一斤後還多 七十幾歲 是不是 各位導致 這是一個台南人的失政 這個失政 你看水果是叫做滑刀 他什麼呢 他也扮到水 也扮到很興 他正經扮到 也扮到八十幾歲 那人也算很多 是不是 因為興奉也算很興 對不對 但是無敵度 你看他最後 他所受的就是這個狗 有好過沒有 因為他已經講太好去 是不是 太好去 但是 有好嗎 跟他在那裡出事的時候 你看 他要用那些錢去買故事買不到 是不是 買不到 各位聽得好嗎 後來他是剛才師父 他人家開錢就不用 什麼好去 他才知道說 師父有天明 他沒有天明 所以各位導致 一個導致 有證討 跟沒有證討 這是差很多 什麼叫證討 有天明的導致 這裡有一個 真正的發夢證討 你有發夢證討 你這裡有發度 真真正的 一個導 這個三座重生 才剛才師父說 我導致 他那條令 已經有一個開宮 救世間 聽到 你說他有 蓋天神 的主教 沒有 有 他的福報 等同他蓋天神 因為他也救很多 感到好人 也救很多 可能出事 處理好人 也救很多 但是他就是 我導致這段 人在那裡 我導致這段 我導致這段 因為大家 想到 去台南島上 最大的障礙 就是 他能給我 那些孤島親 我沒有十多 誰沒有十多 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在那裡 我屬於二、三十年來 那些心通 在那裡 我們如果說 你以前也是 我來帶你去 你也五眼 我多 是不是 所以 聽不懂 等到我屬於這 我以後去 他也不相信 是不是 我屬於這 只是我屬於這 那段 就 繼續在台南島上 走到 身風走浪 我都幾段 我把我放出去 是不是 以前我屬於這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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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對不對 我講 如果要買 我才來 如果要關我 我會不會 後來 我們才會用它 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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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 我講 我講 不理 got me 我也知道,我們以前做生理過,好朋友是有利益的時候才是好朋友 沒有利益的時候就沒有好朋友了,這師傅體會有高清的 尤其他,他如果用關的,他那些古道親,他那些金鐘有才買的,到底是能關錢的嗎?是不是? 這樣才會覺得這間宮是我們用客的嗎?是不是? 有的那裡,這就是發生了嗎?有的 這個我照顧的時候,有的古道親,這金鐘也是我們打拼了 我說你去找我們這個,因為這我用錢買的,所以大家嘴巴打起來 是不是?好,這樣就要這樣處理了,對不對? 我告訴你找我們這個,因為這我是用錢買的 你看我們母娘有利害嗎?有 那也師傅不會貪啦,師傅怎麼不會貪啦 你看我當初要開放中華的時候,我們屏東有一個師傅這樣 啊,師傅啊,我們家裡有一間廚,二十幾坊,一二樓 自我老婆,我本學無神都在那裡開放,不然讓你去那裡租 做到我如果要用錢,他在這裡給他買,我賣 我賣,我賣,我賣,我賣 我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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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賣 這樣就好了,是不是? 你看師傅都,師傅,我哪有很多經驗,夠分了才會 你知道說,有時候,人家那些地主發心的 看起來是很發心的,幫我們賣三天 但是一旦,如果被利益葡萄的時候 那些發心都沒有了,都被利益蒙蔽了 所以師傅剛才會說,你們今天這個狀況看著 這個聖況,你看師傅這個念心,有給我蒙蔽了嗎? 有 一樣,保除初心,對吧? 這就是一個宗教師傅,要怎麼影響一個道長的精神 你看,今天聖年宮師傅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在大家的經典對水師傅 來修這個散步行動 反正來接受我們道長,大家在這裡 贊助開放,甚至在這裡 成功利得,發心發言,共修共辦 這都要有一股信仰的力量 那麼這信仰的力量就是我們的散步 再來就是經營 再來就是經營 聖年宮的經營在現任上的蘇台中志祺 我們做一個很公平公正的規劃 包括道統政獨的真實 我們把它傳出去 人才培訓會把它做很完整的工 你看這次,林大中法道長 你看看我們介紹我們的辦事人員 你看大家都很年輕,你看到嗎? 我們國管理委員會,你看我們的組織有健全喔 那還沒有照出去,是不是? 這是不是都有做一個公平的舞台 在培養人才? 是嗎? 再來,我們以慈善就是力爭得 你看,就像剛才師父說 我們現在道長的規模一定接人大 但是我們有說,相當無論說 師父家要提前來講喔 不必不必 只要當師父回來,本師父短比較多 是一段時間比較沒 但是有時候要有二三十張 對 這樣 那不是說,師父他就要減少這個短 就用提前來講,也沒有 也不是說,我師父說,特經那些沒用 說,讓師父比較痛 有啦,師父只限制,如果要問那個無聊的事情 就不能代問而已 如果你有即興的都可以代問,沒關係 你如果要問我,師父,你看我兒子不乖 要怎樣 那種,你待會兒我沒有在這裡去問問 訪醫症就好了 因為不可能問我會比較乖啦 師父,只要跟你們說你們相信 孩子啊,如果要靠我們的營得好 你就要認真收,不然就要教育 還會了解嗎? 不然說來問神就會變乖 你要說,很多年紀的兒子在吃毒 台南方會有很多,如果他乖,走就乖 各位聽好嗎? 所以這個我們都看著 因為師父,你要看 師父看著,很多時候我的朋友在開鏡 那兒子都很乖 很多 如果拜神會兒子變乖 照看我們在房租當機 應該會兒子很乖才對 如果做得好 你看,十二十個兒子就很乖 各位導致,這些都要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做 你自己去做 沒問題兒子會乖 各位相信嗎? 即使你要改變這個小孩 你也是要時間去做 去做,都要看 再來要用你的地位 你有在收的人 你做得到小孩上廚 你講話就會比較客氣 也會比較穩 也會比較穩 也會比較有地位 你就不會跟小孩衝突 是不是? 古來的小孩會自己比較好相處 所以一天我們在房屋教授師 才來問師 他說師父,我們這個兒子 是不是 我去向生命說 這是我的完全借助 所以都跟我比較無緣 他說,無緣怎麼會來做你的兒子 所以這生命 為什麼有時候說這些無緣 有時候真的是 米滅人性 自己無緣怎麼會來做你的兒子 是不是? 你又說這是你的完全借助 他每一回想起來的時候 他就打得很累 因為想到這是完全借助 就很大的他打得很累 這樣是不是越接越重? 對嗎? 對 所以你如果這樣想到的時候 你就想說 就算完全借助 時我告訴你 我們要容忍包容 這個完全借助 所以每一天你想到 它是完全借助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我兒子再來幫我討 再來幫我討 我還要收人路 慢慢你兒子會對你好嗎? 對 有的一天是一天 他沒想到 你教你兒子 前十六歲 你把他當作三歲在教 他說 真的嗎? 我都把他當作三歲去逛 對不對? 是不是啊? 三歲的時候他不懂 你跟妹妹 他不得要 他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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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一口飯給他吃 他就忘記了 十六歲有可能嗎? 你叫他吃飯 他不可以吃飯 他說我要外面吃 是不是啊? 你相信我這句話有嗎? 所以 是不是你 要如何去教這個小孩很重要 所以這個叫他修行 是不是? 這個公吃修養自己 得著利益眾生 公 自性靈修是可以修公的 因為你知道 所有的造作都是你的自性 有善有惡都是你要承受的 就是真功 那要說過也真過 也真過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會越修行去主意吃 得著利益眾生 你有在認真修行人 你會知道說 我們要修得好才可以去影響百人 你看外面零三很多 都整個都不行 是這個啊 我看你今天臉很黑 你是不是長去哪裡? 沒有耶 都沒有去哪裡 你來後面對一頓 要如何處理? 你在哪裡收生年宮 你叫你們師父 要趕自己處理 不然 阿公說都打了一根紅棍 好嗎? 你叫他處理 我不行 不行 很流通 你看那好嗎? 沒有 阿伯娘剛才這樣 你就不要照顧 阿伯娘 阿伯娘 不要照顧他就好了 是不是? 阿伯娘 你如何癮 他就如何跟你說 阿伯娘 你如果不要跟他說 他就不會跟你說 所以各位我們要注意 我們第一次想要找到一個 對的地方 我們要堅定 不能效果 這句話來給你影響去 這樣你很容易 受影響不穩定 尤其生年宮 有這個規模 有這個煩問 如果如果是在說 這個業種部分 要如何改渡 我相信 我們是以 真修真果來 在改渡這個業種 特地不是他 神通賣的方式的處理 這個效果 絕對是有別於 他們的處理方式 孫志祖跟他說 我們有才處理的 他還不見得會處理 是不是? 阿伯娘 都這種人說 都是一些幼稚園 在找工作 讓大學教授做 你想要對嗎? 對 你看怎麼對 就不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種東西 我們自己本身 在生年宮 是因為 我們對我們的度 要有信心 我們現在不會隨便 卻轉 所以得著利益眾生 我們要盡力 我們要去度中心 要思考我們怎麼度 我們現在都 半支半解 要怎麼度 這就是 包括在現在科技的進步 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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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也好 有人說 人類 會因為科技而滅亡 但是 沒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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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感覺的時候 五年後 全世界的人 如果沒有手機 會不知道要怎麼生化 各位你們相信 現在進入五G世界的時候 真的你們手機 如果沒有一支手機 你們會不知道要怎麼生化 是不是 但是嘛 因為這個科技的進步 讓我們極端氣候軟化 越來越嚴重 對不對 所以這個財源也即將來臨 那手機要稍微注意一下 什麼人 所以各位道親 我們要注意的時候 科技 會讓人的生活更方便 但是也會讓整個地球 會因為科技的進步 造成重大的污染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講說 進入課題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怎麼樣去 度眾生 以前度眾生都是我們要去 跟人家講 我們這個法門是怎麼修正 以前一貫度 那時候沒有網路 沒有什麼資訊的時候 你看我以前 我對我阿嬤 我還好兩年 就可以對我阿嬤 那幾年前 還好兩年 差不多幾歲 十五歲 差不多十三四歲 是不是 那時候對我阿嬤 去一貫度的時候 那天傳書都跟他講 跟我阿嬤說 你要認真去度人 我阿嬤都跟天傳書說 我阿嬤要怎麼度人 他說 不會啦 你就比較認真來聽哭 聽哭你就可以度人 是不是 我阿嬤為了要度人 走路要去 因為以前鎮腳 山頂無路要去 救渡那個地方 走差不多四十五歲 用走 晚上 以前一貫度 沒有開放的時候 都晚上在傳道 是不是 用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去到那裡 我阿嬤真的很會度人 是不是 那人要三觀九九 要怎麼走 都知道都可以說 我阿嬤那厲害 他說這聽哭就好 就像唱歌 唱歌就能唱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這樣 後來給他看 所以各位 你要看你有心 你就是人偶 也會給你偶起 何說我們現在科技 這很進步 各位 你們如果怕你們說不對 各位 你們就把四位 視頻傳給你的朋友 親朋好友看 看來會合 我們就把鎮賣賣賣 我們不要跟人吵架 也不要跟人在那裡吵 這樣就好 是不是 對 這種鎮人是不是很主宰 不然以前有時候 要去鎮人會跟人生贈 甚至還會吐槽 是不是 鎮到尾 你會不會看到你這個朋友 這樣有時候 為了鎮人 朋友沒有做 也很可笑 是不是 如果這樣傳你 如果要跟人家說 親朋好友不要跟他傳 親朋好友 親朋好友 對嗎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大人有方便嗎 好 所以要怎麼樣去利益眾生 所以我們講 公 德 公夾修養自己 得責利益眾生 利益眾生就是 絕他的意思 修養自己是自覺的意思 所以世紀也沒有人說 修道人要自覺 這有什麼覺他 六祖跟你們說 自行是公平定是敵 這都跟你們說 叫我們修好才能去應用吧 但是我們台灣很多靈賞 自己基本都修不好 就都要去應用別人 世紀也無能來講的 菩薩來交代 對不對都沒有分 是不是 這樣到底對不對 所以外套的靈修 真容易 不但公特做無奈 反而我反過 反而我反過 故意相信嗎 什麼叫做反過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發傳不對 這個人如果照你的意思去做 這樣這個追求就你了 因為你跟我說我是關聖音菩薩 他都很聽下去 是不是 你跟我說我是無人 他都給你聽下去 所以用這種心通話的方式 用這種心通話的方式 傳輸這種錯誤的方式 這種追求其實是非常重 所以這種講 做無 做無 像我都經常說 你如果不能傳道 你跟這次辦事辦一辦就散 不要叫人修 也不要教人怎麼修 因為你自己就不能修 是不是 那你又要教人怎麼修 你說你如果不能修 你要怎麼教人怎麼修 你說 公主啊 我這要怎麼修 你等一下去那些 你會煮就來幫你交代了 本來沒事情 給他煮交代一下 你要一瓶還有一瓶來 一瓶還有一瓶 哪來哪一瓶 是不是 頭上不知道的時候 你會真好奇 他說 我以前都關聖音來教人 現在還多一瓶 真的無能 他說 對呀 你就進步了 提升了 是不是 現在還來三千度 很強氣了 你又來越來越厲害了 對 再來換風鈴奧做 你又更厲害了 又起來沒有了 結果 你跟風鈴奧做的時候 也是什麼都不修 對不對 這樣有意義了嗎 有意義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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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都用這種方式在教人修 這樣有去掌握到中心嗎 有意義了嗎 沒有 購到你 因為他照你的教帶嘛 因為你來 不斷不能這樣講 worked 你還會這樣講 對 如果你問事不是事的 你一招就好啦 船人把他們都要慢慢搖過 relng 就算搖不去 慢慢做功 搖開 是不是 要搖在哪裡 要 optimism 是不是很坦順 不是 因為 013 一尊一尊都把你留在你幸福 跟你說 恭喜你又進步 你是不是覺得一尊留在我的幸福 是你的福氣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種錯誤的隔壁去 這樣到底是好嗎 越來越多尊 越來越多尊 是不是 事說的比較簡單 讓你聽到 你的福報真的大到那一尊來幫你助 真的有才能幫你助一尊就夠了 不用那一尊了 是不是 真的有才能幫你助一尊就夠了 一尊就夠了 不用那一尊 是不是 你也沒有那一尊 大到那一尊來幫你助 你相信是有這種話嗎 是不是 所以這種事情是錯誤的行為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叫做外套靈修 外套靈修這種無邊的結合 非上的結 這有說對不對 沒有 但是有時候如果強主在做小才會好 這也有啦 因為他畢竟他也有工夫嘛 有福報就有 這種不能傳導的 有行神通在那辦桌 有善良的人 很多 我們不敢說沒有 我也看了很多 我的朋友在開宮 他們開始是不能傳導 但是還是很神通 他們那辦桌也是隨時公道 又成立十三會在外面做神通 其實這種佛心也做得很好 但是不敢傳導 不敢傳導 這就收福沒有收費 沒有人跟你們說我們福威相收 生命相收 跟你們說佛道相收 這個認真說的就是叫你公以得都要收 公以得都要收 不可以跟他收 福沒收得 沒收工 因為工這是真的完全一切福德的金本 有工的人自然有福 有福的人不一定有工 你相信一句話 因為你有在收到你有工 表示你賦也知道怎麼做 但是你很多人可以收 好的人不一定可以收工 比如說以報師來說 譬如說你今天報師一千萬一百萬 你不一定辟去會改 我告訴你你不聽我 你不一定辟去會改 你如果辟去不改 你看公家收養主旗 你有工嗎 有了嗎 你是不是做那麼多福報 有了有了 需要做貴賓果做寵物 是不是 有福報有 是不是 如果辟土輪迴需要做寵物 或是人間又做富裕人 不過未來沒有辟土輪迴 沒有人跟你們說 失火收地 失火這個收地 用這個優惠收地 失火收天 還會會幾混沌 是不是 以後這個地球 如果要有優惠收地的時候 這個地球萬物就不存在了 萬物不存在的時候 人道促身道就不存在了 所以要不要 你的報師做那麼多萬 如果你要再做人 你如果要做促身道的機會就沒有了 你如果要做從偶的機會就沒有了 還要給你福報還要做人 做富裕人的機會就沒有了 還要給你收摩解釋 那些人要去天做人的機會也沒有了 因為去天重座的非在空洋脅 如果要辟土不準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們要存一道 做飲山地府 是不是 再來就是天當 天當不是在辟土裡面 天當是超越33天外 是不是 他就不在辟土淪迴 因為他是一個不幸不適的世界 他沒有淪迴 對於你存現而來 俗身這樣說 因為這個無極淨透世界 要知道這個世界 你都要存現這麼多難 不是你發覺要來就來 你要存現這麼多難 除非你存現而來 所以你看很多法師 都有跟他說 你收到完這道後 你不能夠享受 你要生生世世願行菩薩道 這樣你 死後常常常出世 做人行菩薩道 是不是 這樣 當然你放這個方法 也給他贊壇 大眾說 立刻不空不成佛 所以現在叫菩薩道 不是叫佛 是不是 不然世俗說 他的江湖不雅於釋迦牟 你活 對不對 怎麼會是菩薩 原來他就是地域不空 不成佛就是菩薩 你如果神神世世要來行菩薩道 也沒機會讓你行菩薩道 因為他就沒有地球 要有機會來行菩薩道 是不是 地球沒人你就沒人來行菩薩道 你人要來這裡做仙書就沒機會 講得清楚嗎 所以三幾目夾真正的因緣就在這裡 所以各位自生營修跟瓦道營修 我們在這裡分得清楚 你要想什麼 要注意阿賓 要注意 因為你如果賣這個瓦道 你永遠沒有跳出這個三回合 你永遠在這個輪迴中 但是未來沒有輪迴 如果這樣你這個輪迴中的因緣 全部打下去他們三條 沒有其他的路 沒有其他的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師傅經常說 富貴有道才是真富貴 這個富貴就表示說 我們這世人 如果出世後真好命 或是真有富貴 或是真有財利的人 這都是學習的說 全世有修行 或者懂得布施 或者懂得供養佛的人 這世才會有這個錢貴在身 但是這種人的標誌 你錢是有布施 有供養佛的功德 你才有這世的因緣 是不是 但是未來你一樣做這種工作 你沒有未來 你沒有未來 各位要清楚 所以我跟你們說 叫我們要付費商修 不能跟他收貨 不收費 因為未來就不准 你不能跟他收貨不收費 所以富貴有道才是真富貴 這個意思是說 你今天是一個富貴家 你當時是有收費 你真的這世才有這麼好的富貴 或者說比別人好的生活 但是你如果不能收這個富貴 有可能會成 所以人家說 富有時候會造就你 但是有時候會害死你 你就知道說這個福是當時收來 但是都往往在這世你的富貴 展現在你的眼前的時候 你忘記了修行 為什麼 因為你覺得這個人生貴到這麼快 我們太到受傷 再來出事做人也不錯 是不是 對嗎 有一個人要看醫生 電話卡都硬上來給我們看 如果不成功 就叫一個人事功功的就漂亮 對嗎 都比別人比較有錢 還有小 是不是 你覺得這個小肝它有什麼神 沒有啦 我就是神 對嗎 錢就是神 是不是 當時集中來的時候 你要看 我們現在辦桌 很多經濟都不錯 甚至有一個企業界 在明明明 將會輸 拜託來請你 沒關係 發安法 要花錢 做你講沒關係 我們不會 我們現在都不用花錢 你要相信我才帶來 對不對 各位父親 你看 你看看 當你有生命的現象的時候 就像你去看醫生一樣 你癌症末期的時候 你如果醫生 醫生比較好 我比較的錢不是問題 醫生來說 那不是錢的問題 是你這個白毛 我可以接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道理一樣 一樣 一樣 那當時你才知道 金錢沒有解決問題 金錢沒有解決問題 金錢沒有解決小肽 金錢沒有解決 你買功德 金錢沒有解決 你買功德 各位你們相信 真平常要身體力行 要懂得身體力行 不能只修布施 而不修功德 一定要功以德 要雙修 符合要雙修 但是外套雙修 很多都可以修修 讓你有做現實的人 都可以修修 不能修功 因為你本身不知道 道怎麼傳 這是有善心的人 但是我看過 很多靈心 沒有信心 那很多 有的都是這樣 都是為了利益 首先你不要亂走 亂走你 亂走你 不是全世界你們家最大 百人都不夠大 是不是 那不是這樣 是不是 那不是你們家最大 唯我獨尊 在拜禮之尊 你的百尊都不能擺 你看這個 對 對 對 如果那種你獨不得去 那些人 那些人獨不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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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這樣說你聽不懂 對嗎 對嗎 正心 大家都會怎麼獨不得去 大家都是自閉的 你看你如果問 師父 我朋友這樣獨不得去 我可以去嗎 我說 媽媽你不要再去 你如果去怎麼走 我不幫你處理 我也要跟你說 不會 你如果去又卡兩階 你就知道你不能再去 你又不去 你又不去 也就你自己決定 我也不會替你決定 是不是 你會覺得說 我來生人教都好 去那裡又這樣 算了 沒有阿伯不要去 也就你自己決定 是不是 師父不會說 你做我的學生 好誠證 你的自由就不好去 師父這樣會這樣做 收度是一個主宰的 心境的收度 當你收度 你的自由不好去的時候 其實這不是你的收度 因為你一旦去哪裡 朋友說 我帶你去勤勤走走 你自去勤勤回的時候 你就開始煩惱 不知道會被我們 那些實質也知道嗎 不知道會有人去跟我說 就算沒有人說 那些心明 不知道會通到 你的生活過得這麼健康 你不覺得 這場受傷很痛苦嗎 你說會通到嗎 會來 鬼也會通 我們也不敢跟他說 完全不會 不一定神才會通 等到神不跟你通知 因為神知道通知就是師父 他等到不會跟你說 你看 你怎麼去哪裡都不會跟我說 因為沒有人 等時沒有人 我還知道 我的人不去嫁交接 他都不跟我說 是不是 如果這個宮主的嫁交接 如果真心會跟我說 我會跟他說 你這個宮主 還要找我這個地主麻煩 所以別跟你說 如果族畢業生才說 就是會這樣做 是不是 那如果沒有族畢業生才會跟他說 你去對我還要通到 我跟他說 那就是什麼 那都是靈本身也有貪真知 這都是靈 大部分都是無敵度的靈 各位相信嗎 這都是無敵度的靈 你拿到哪裡 我們要考慮嗎 要考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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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受傷要有體育 俗經常說 受傷要有體育 什麼叫體育 要有分辨 是非善惡 對錯的能力 這個叫體育 不是你很聰明 這個叫體育 你看那越聰明的人都被騙 你看那炸騙集團 被騙騙的 那都是什麼教授 什麼精光俏的 都那大列 都很有錢的被騙騙 這次叫外國騙兩千億 那你看那 南李定規就被騙騙四億 是不是 現在看到 對不對 那有體育 奇怪 我感覺這種 越有體育的人 在這個 欲望心裡面 這種 有些比較有 高層次生活 有時候這種 湯都放不開 我如果辛苦 死的 我都不會想到 我去倒住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 沒有 我們也做正當的行李就好 你還想我說 一個日子 要賺幾趴 是 結果 你看都沒有錢 我記得我的 陰霜中 我們老母在的時候 他是一個做成人 自過以來 我們的老母都跟他說 如果是我們人家很肯定 不是我們人家不肯定 在我們老母的生活上 我看到他的錢 一個金光俏 那時候以前 金光俏 都拿錢去跟他說 欸 那個阿娃桑 你看這個人 小小公說 你看喔 怎樣 他說這五十萬 不知道要怎麼開 這五十萬 說要跟你換十萬就好了 你說那五十萬 這麼好 你要換 你看看 你看看 這五十萬 這五十萬就是你的 還給你看 真正五十萬 外面那些圓 在這裡那些圓 還多錢 是不是 我老母說 媽媽不可以 我沒有的嘛 那不是我沒有的 那就是怪他不會去 他一直跟他怪 他為什麼站在旁邊 他跟他怪他不會去 對不對 沒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有這種感覺 人如果沒有錢 就不會被怪 我們老母是一個座山人 在這裡我們以前在分寧 高興的時候 是一個很散的家庭 你看 他是一個很散的家庭 那裡他就不會貪 不會貪 不會貪 因為我貪 真的有十萬 可以換五十萬 金鐵才會換 所以各位 我們這點心 如果不要貪 就不會去找平均 這點心 如果不要貪 就不會去走下去 受傷也一樣 我們這點心 如果不要貪 不要貪 入這個神通 你自願就不會去走下去 同樣的意思 各位道親 所以想這個地見有重要嗎 地見要在哪裡來 當然是對宗教書的傳述來 不然你也不知道頭不知道尾 一個道中 如果宗教書不懂的教育你 不懂的銀行你 其實這個道場你千萬不能進去修 為什麼 因為你若是真的要受到的 你找那種道場你受不到 你如果要去拜拜 沒關係 拜拜之後就好走 他如果跟你搗三天 你就會把他揚一下 就好走 如果要受到 你要考慮 因為你在那個地方 你受不到 如果要問書 我不會叫你不要去 因為問書 幾問書 受到 幾受到 問書 我跟他講 我開辦書也會準 你要相信我 大幾個小幾個也會好 這個我也看得很大 你說我書家 有一個辦到他 那大公 那他那是 他們當高級 那條道 算說有工夫 那我如果要說 我們大幾個小幾個 是不是 對不對 是不是 那 那也是辦得好 那不好 會不會 他只要辦到那幾個 那也表示他有攻略 是不是 他如果辦 還多少做一些選擇 然後辦 攻略會不會輕 還透過我書家 那個肉體 那是在那裡 很大提醒的靈光 所以我常說靈 都照我們的肉體 蓋著我們的道工 在收的 這你怎麼相信 所以你靈光去剛才 那裡你的行夫 收你的那心 先拿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陽光之氣 都叫我蓋著 揭著 揭著 整個行夫都扁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靈光都扁 為什麼在我們 生人講 收的味 哪收哪好 喝得好 因為生人講 是在收我們的主神 生人是在旁邊給你加持 所以你接到的都是陽光之氣 反而是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在行公立場 都是正知正見 你們所做的都是真功真過 所以沒有什麼過 是不是 你如果去做不到 你不斷你反骨 讓你入獎當的時候 你自然你的這個 受報就會慢慢出現 像你人來拍完 這個受報就會嚴重出現 是不是 還有你這道工 那些陰氣 給你吸吸吸吸 你的身體也悲憲 那當時如果 你進來的時候 你一個人就倒下去了 對不對 這我們要小心嗎 要也不用 所以收到 你們要對真理來追求 如果沒有人說 我們收到要人理貴金 要人理貴金 這個理就是真理 真理 善理善感 用這種理來收 不可以去神通壞 是不是 神通如果運用好 還是他可以清理師父 你看師父的跟你們說 今天這場是 沒人要來港島 你們大家來立正站好 有嗎 有 有 那有 是不是 師父港島就是 師父在港島 我不會去港島 一陣線來來港島 是不是 還是港到一半 用線來跟你們喊 你都沒人真聽喔 待會等你出來打 我去那邊 你如果沒人就跟你講 要跟你喊 喊到你一禮來上課 都不敢塗骨 是不是 對不對 師父這樣這樣做 你如果比較疼的 在那裡塗骨 我都會跟你說 這個可能很疼的 我會想說 我看這個 是不是 對不對 因為師父還會這樣做 不會 所以我們想要人理貴金 這個理就是說 我們收行 不能用其他的外套方式去收行 我們要認識真理來收 這個理裡面就是在說淫骨 淫骨就是真理 是不是 淫骨是真理喔 是啊 你給它看喔 那個柱子 誰跟人家說 道本自然 你給它注意看 那個水是往下走 因為它是陰灼之氣 火是往上升 它是陽剛之氣 所以我們的靈魂 如果是濁氣太重 我們的靈魂 但是會往下降 所以你夹中 如果有濁的人 就算你有救度 你那個靈魂的濁氣太重 那時候 你要飛升的時候 會飛不上去 是不是 你如果是陽氣比較重 你飛升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回去 就算佛要來度你 你的濁氣也不能太重 這樣子你要飛升才容易 是不是 但是你怎麼沒有呢 你的濁氣如果是濁的時候 你的濁氣就是 一個是往地一直磚下去 又像車子要給你救也不好 是不是 對不對 你如果陽剛之氣 就算黑白無雙 要把你抓不抓不抓 因為你陽剛之氣 自濁氣的時候 一直飛起來 是不是 就像好的一樣 俗常說 你用飛機載一噸的水 去空中三千公里 放的一噸一樣 不會丟在天上 是不是 你看那個飛 你還給他拿電動翻 他也是同樣往上跑 佛是陽氣 水是濁氣 這就是一個原理 我們的神父 如果是濁氣相當 我們的靈魂的氣 就像一個水 它就往下流 對不對 我們的陽剛之氣才就是火 它就往上升了 所以我們在往生那一刹那 你的靈魂的陽氣重 或者營氣重 決定你往生的命運 決定你往生的命運 所以我們在修就是在修這 我們在修這 這就是個真理 真理 我們的認識真理來修 不可以在神通面裡面 反過你 你不得繼續在那裡反作 甚至要有陰神給你救退 救給你整天出 引左之氣 越來越重 這樣你往生的時候 那個濁氣是往下降的 你勝不了天 所以你會拼這種靈 給你扶到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再賣在那裡 不敢離開 事實上說 這就是他要抓你去檢驗 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 如果讓你賣坐 你還會離開 讓你賣坐 我怎麼會關世音菩薩 你就當作真理 哭哭掌 又哭哭敗 對得不對 都沒有在分 是不是 這樣的時候 要修理就很快 因為你就真理不分 跟他不在神通 聽到說他是母娘而已 你就大方就真 聽到他說他是婆娘而已 你就跟你說 你大方都真 所以師父說 這世間 世間的為什麼 你說他在傳活的時候 他說 法治的人最難度 法治的人最難度 以什麼也說很久 以什麼叫做法治 自以為很厲害的人 最難度 自以為很厲害的人 很難度 很難度 真理聽不下去 但是師父要說 難度也是你的因果 是不是 所以師父這樣說 佛道的永遠人 是不是 最難度 喝過什麼人在想 那不是 你死後師父對你下去嗎 沒有 下去是你下去而已 人家師父一樣去做佛 是不是 你來人家跟你說一說 你自己不聽 喝過你自己想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你 旨在法治 到底對你好不好 你要詳細想 如果你真理聽不下去 你就要修身 這種修行方式 這種修行人 所以才可以跟你說 可以跟你斷定 你的修行 就算不下去 你也沒什麼生酒 就算不下去 你也沒什麼生酒 你得到人間做就好 或是來這個 初心道做這個重生 但是未來如果沒有 力度論迴 你沒有選舉 你不去地獄 也是要去 因為你天上爬不去 我會了解嗎 天上你爬不去 神聖惡降 欲照分明時代來人 這是無能說 是不是 所以我們走這條道路 我們要清楚 所以靈修 自性靈修 以外道靈修 就功德差異 你如果聽書說到這裡 差異性大有 非常大 所以自性靈修更好 還是外道靈修更好 自性靈修 因為自性靈修 才是真的在修 外道靈修 你如果不會的人又叫他利用去 不會的人又叫他利用去 你沒有辦法走出來 這樣 這種外道靈修 就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對不對 都無分好拍手 無分死費 無分善惡 是不是 比如說 比如說一個道座 在開銀修 他說 啊 那人那個無能煮鼻 看到他散 所以他到三天 這樣你過去開給台灣 這裡散的人 全部都開給他們去到處 看台灣散的人 比較少 是不是 對不對 對吧 啊 你給我問起來 那男孩子開銀牌 的公主 十個九個在簽 沒有一個沒有 我有注意過 十個九個都比想簽更大 是不是 啊 沒有錢我簽都跟他說 欸你若要到一千塊就審了 到一萬塊一千 十萬塊一萬 到一百萬塊一千萬 所以總要拿你們錢簽 我都簽了 是不是 對 叔叔你們贏她應該我贏 是不是 對吧 但是這好吧 因為主佛菩薩 要生杜 最重要的條件是離貪真症 對吧 這是貪不 是 你已經收中生路貪真症 這還有就沒有 沒有 這個有讀的沒有讀 對這點這就是叫做地匪叫做真理 我們對道中心靈所顯露出來種種這個現象 去給他分解去給他分析 了解他這個是真理還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要求道 我們說的是要清真理貪真實 這還要再試 你今天沒收到人會覺得 我問我來求財你也很相信 這是繁富的心 我也不敢說你怎麼想不對 因為你這個貪有可能輸你退路 我可以自己說 有可能輸你退路 是不是 以前我一個朋友在逛宮 他本來不會簽 是不是 我看人家在那裡 我看待在那一機的時候 再去贏到 後來有什麼對人看過 簽簽到那位來的一間房子不在那裡 是不是 我說你簽那麼久贏多少 這家事 沒有啦 一斤簽多少個石 他講你沒有簽那麼久 一間簽多少個石 現在簽到那裡簽多少個石 又沒有 你才好苦 意要好嗎 來不及 生日人都說有學習得盡,沒有學習得盡 你看你今天散了,你才有學 你還要望白鳥贏,你要注意 是不是 你給主委看,那白鳥都這樣有錢人贏 你不再有主委嗎?各位,你不再有主委嗎? 我給主委很多,那白鳥都有錢人贏 那散的人都不會贏 是不是,因為他都很保護 是不是,你不再有主委嗎? 我有一個朋友,生理很大 我一次我不會贏,我就是在那邊打 那頭頭到尾都有一人贏 他都說,沒關係,你背我贏就好 你贏了,你贏了,你贏了,沒人知道贏了 是不是 那是不是好嗎?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就是那種人在贏,的心跟人不一樣 他是在肖欠 他還讓你贏錢,所以他的心比你比較清淨 是不是 反而那些沒錢人都準備來這裡說,我們贏了一個 好不好? 那就是有貪,那是不一樣 那有貪 他不是,他是在肖欠的 他在肖欠的時候跟我說,這鐵頂的贏沒關係 你腦子跟我們贏了,你要贏多少贏了 你看那種人沒有貪 你真的在賭時間,那個心是沒有貪的 修功你聽好嗎? 所以,我們修道說的是什麼?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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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經 不是看著,現在你就可以分神經 你要去瞭解他的慮經是怎麼行的 瞭解他的慮經是怎麼行的 瞭解他的慮經是怎麼行的 如果他的慮經是有貪,這樣就不行 他的慮經如果沒有貪,其實這就是這個神萬義 但是我們要怎麼收到有貪去分辨這個慮經 有貪到沒有貪 我們自己知道而已 別人都沒辦法透視 所有的事情跟我們自己知道而已 我們慮經到底是貪不貪,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最清楚了 所以修行,我們講打坐不忘藏私寄過 要自己來發覺自己,不是別人去發覺 因為你慮經自己最清楚而已 就像你你驚師傅說 像你的慮經有時候你是沒貪的 這不是生活 但是有人坐就是準備這頂要贏做收費的 那裡有貪 是不是 那個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你相信修行這句話嗎 修行看了很多經濟的 我把伯嬌都不是贏的 他們都是你們幾個六個月我度時間 我今天傳四萬在這裡等你 意思是要給你們貪錢 就沒人才貪 是不是 我都說很奇怪 你怎麼買的都拿不去 他說他也不知道 然後他剛才問 我說 修行你現在相信這個人有福報跟沒有 福報差很多 他剛才說他不相信 我怕他幾大月 他說 這剛才你在說好像有贏 你看 明明這樣就撐軟軟軟拔 要讓他們贏 他們就贏我不會去 是不是 但是 你看那個 雷徑成全的福報寺院大了 各位你們老主委 但是這是雷徑 師傅說是 師傅用這個來講雷徑你們聽得到嗎 師傅沒有鼓勵在你道 先給你們宣打一下 但是師傅是在說雷徑 說雷徑 雷徑的生活很重要 雷徑有貪不貪 這點心很重要 有重要嗎 有 但是這什麼人看得到你的雷徑 什麼人看得到 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沒有人看得到 就算你雷徑在那邊 坐在那邊的日子 你外表就是不對 你相信嗎 對外表就是一致 是不是 但是對雷徑確實有分別 不是沒有分別 各位你要相信是有這句話 但是這個雷徑只有你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當你在那個地方 大家都給你看得到一樣 不對就是不對 不對就是對 這樣而已 就是一分 是不是 但是要探索到這個雷徑就不一樣了 世界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種雷徑就只有我們自己清楚 所以要怎麼收尊主寄 這要靠我們自己去法國自己 這就是叫做長照 就是我們本身要覺知覺照我們的自信 清清楚楚明明別別 我們的體心動念是散了之後 貪真色有沒有 如果有我們都要小心 我們都要小心 我們都要小心 民主 你說我生理人 怎麼沒貪賺錢 都不可以 那不一樣 大家都受到都不可以貪做生理 因為這世間醫療的國家就變成三隻國家 沒有人要做生理 印度以前 世修有在傳統 以前印度世修有英文的時候 是全世界最自由最富裕的國家 這如果你們看歷史就知道 因為大家對救護人 慢慢都對這個東西 放生去 所以國家就衰退 所以這有利有弊 有利有弊 告訴你們清楚嗎 你看印度後來變成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 是不是 這幾年而已 2500年 對不對 你們應該要知道這歷史 2500年前 印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 最富裕的國家 也最富裕 最富裕 最富裕 最富裕的國家 對不對 會不會這樣 所以有時候 要去探索內政比較對 別人想什麼都不用做 這樣子是錯的 像現在這個末法時期 大家都要靠自己探索才有什麼生活 你這樣不可以說我受到不用探索 去探索 有時候會不會遇到問題 會 對不對 會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認真 還要收工了完 因為我們在生活中 有可能我們要去反骨作業 我們要去反骨作業 所以我們要認真來這裡 幸工了完 因為我們在平常反骨作業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靠動去成功了完 我們才有可能去公過相對 但是你如果在生活中 因為這個不夾 沒有這樣 你又沒辦法去生活 但是要這樣 你如果沒有認真 你又沒辦法去生就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平衡你自己 這個你自己要去拿捏好 自己要去拿捏好 所以收行要人力幾斤 人力幾斤 這個力就是從你的心境裡面自己去絕躁 你這一念心在哪裡 在哪裡 所謂在哪裡 是在喪而在惡 在四而在非 在真還是在假 在貪真之還是在洗手心裡面 不一樣 不一樣 古早的人說有捨必有得 這師父有看到 剛才師父說要拍麻將 你看人家 他準備拿來這裡 要給你們贏 結果頂多給他們贏 頂多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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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道場來我真的發現很多 在你靈慮範圍之內 懂得布施 福報越來越好 工作越來越順 身體好的 小孩子越來越好 真的滿多的 在我們道場就很多 但是是布施完以後還要修行 再講這句話 如果你布施完不懂得修行的也不見得 福報會好 但是就不見得會順利 這樣了解 好 這堂課就講到這裡 跟各位來試試看 來 大家請來參加 來 甘文憲蓮霜霜天明 鋼杜伊 姓蓮宮 甘文咪勒祖書 鳳祖 台灣祖彼 甘文憲聖書 甘文憲聖書 尊建議聖年宮 給我們有道可求 有道可收 有道可行 療養生徒 南無咪的會 好 下